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許智瑋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昨天美國晚上創新高 有沒有很開心 問題是在哪裡 台灣今天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來看是開高走低 我昨天已經跟大家先預告了 預告什麼 我說高點將限 對不對 我今天幾乎可以確認 高點已經出現了 可是我明天 可以更確認 對不對 可是大盤怎麼樣是一回事 我們的股票還在創新高 今天有回已經波段漲了33% 你有沒有跟上 對不對 我們有回漲多少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有回 趙潘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開高走高最高到39.8% 波段漲幅是33.78% 今天那時候是漲6.18% OK 不得了啊 對不對 這次沒跟上 我看看還有什麼股票可以介紹給你的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會員持股中的另外一檔 看看到底 老師選股的功力如何 好不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今天的大 應該說 報紙的頭條到底爆什麼東西 我說每一天看頭條新聞喔 然後在對應什麼 整個大盤的走勢 整個大盤的走勢 就知道這個盤到底是長真的還是長假的 還是疊真的還是疊假的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經濟日報的頭條 今天經濟日報的頭條 華新科大麻廠爆染疫 OK 泥廷攻三州 會衝擊什麼 晶片電子供應 訂單可能轉進 國劇大疫這些 OK 問題是公司強調不影響會儘快復工 好 這沒有疑問 第一個就是華新科嘛 對不對 首當其衝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走勢怎麼樣 另外一個呢 頭條是什麼 忠心落難台場大補喔 這看起來很聳動喔 近期孔烈黑名單 忠心孔烈黑名單 台灣的金元三雄 即旺宏華邦電洗銀轉單 那金元那當然是講到台積電嘛 對不對 裡面已經點名了台積電 旺宏華邦 好 那今天他們的走勢如何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華新科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 剛開始看的時候 他長怎樣 開平走低 好符合他的消息走勢是利空的 跌了2.87%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他的一個波段的狀況是如何 好 短線上OK 他這邊 他本來突破反壓嘛 而且你看喔 長虹帶量突破有沒有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強調嗎 他要突破反壓一定要怎樣 帶量長虹 好 他這個時候是真突破 而且隔天回撤之後就往上拉對不對 目前遇到什麼 前波的高點的反壓在這 是不是剛好點到這附近 200塊附近嘛 他來199對不對 然後再回檔 他的支撐點在這附近 OK 總共180左右 如果說OK 如果說你有持有華心科的 你應該先怎樣 可以先減嘛 或者是 當然他目前是兜頭沒疑問 我說180附近是支撐嘛 你要的時候 到時候180再來減 懂意思嗎 做股票 當然我說我不想錯過這個行情 我死爆火爆 可是你要搞清楚這個格局 他的一個走勢有沒有被破壞 到目前為止 他的多頭走勢沒有被破壞 懂嗎 這邊你就可以等他拉回的時候 看要不要再買 好 短線上的利空啦 然後另外 是不是點名了嘛 他寫出名字的就台積電嘛 望宏跟華邦嘛 對不對 那台積電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 開高走低跌0.1% 開高走低 好 跌0.1% 明明是利多耶 為什麼 不是大補嗎 怎麼會是整這個樣子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走勢怎樣 我之前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台積電已經出現什麼 高檔整理的階段嘛 所以我一點也不意外他沒有過 而且今天還亮縮 好不好 到那個時候還亮縮對不對 所以沒意外 他應該是怎樣 整理 震盪整理的狀態 那另外是不是還有兩檔 一個是望宏 一個是華邦電 好 望宏呢 來我剛看的時候 他也是開高啊 大補嘛 走低 好 漲0.42% 這種狀況 說實話不是很OK喔 真的不是很OK喔 而且他已經連續怎樣 連續在這個範圍內 今天的高還沒過高呢 不是大補嗎 還這樣子震盪對不對 這種狀況 他會拉回 做整理 要上再說 好不好 他要的話應該先拉回到這 35左右 33到35是他的支撐區啊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 今天利多怎樣 不漲 不OK喔 另外是不是還有華邦電 華邦電我們來看一下 華邦電 是不是也是開高左低 而且還翻黑喔 跌了2.97% 這有沒有問題啊 這問題可大了 什麼問題 這個對他來講 是很不OK的狀況 19塊高點是昨天喔 今天拉回 點到這個什麼 上升趨勢的位置 明天如果再破 破這個平台去就不OK了 16塊8不能破 我昨天已經有跟大家先預告了 預告什麼 這個大盤的高點 就在這附近 今天昨天晚上 美國大漲 我們有沒有開高 有 問題是有沒有過高 沒有 是不是要很小心 對不對 而且說實話 老師的期貨波段 空 應該說 多單已經出廠 波段空單已經進廠 不跟你廢話 我的波段空單就是已經進廠 今天是11月25號 我們之前多單 報了17天了 今天出 OK 所以說你這邊要留意什麼 留意既然這個狀況出現了 而且盤中已經出現什麼 整個賣壓有一陣子 湧出之後 直穩 然後再湧出 這種就不對了 如果你的股票是 有出現 他已經破今天低一點的狀況 那個股票 基本上 會隨著怎樣 大盤開始做整理 那你就要特別的小心 懂意思嗎 在這邊 我只能講 老師選的股票 當然 我們還是會有錯的時候 沒話說 可是我們的設定好 一個什麼 風險 是在可控的範圍內 在這個可控範圍內 OK 可以暫時抱著 可是當它跌到我們怎樣 預設的出場點 我們就先出場就好 再怎麼虧也賠不了太多 懂意思嗎 老師最近的什麼 操作績效就在這裡 加幫波段45% 有灰33% 正榮 待宇 台塑化 台塑化最近也是有高點 對不對 這邊如果說你要跟上我們獲利的腳步 記得打電話來 跟我們公司的服務人員講 老師可以跟你分享 如果你的持股跟不上我們的 強勢 OK 你要換股票 告訴我們 參與老師的會員 你就有機會獲得這個利潤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全民投資朋友大家好 又回來我們起股雙營 今天說實話 開高走低 其實不應該太愉快 可是老師 持股還是在創新高 而且重點是有兩檔在創新高 來我剛剛是不是先跟大家講 可是我們還沒講到 大盤的部分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 昨天我是有這張圖給大家看 我說短線漲幅滿足即將進入盤枕 你有沒有看到我畫的這個幅度 跟這個幅度 是不是幾乎已經 就是剛好已經到了 有沒有看到 我說113951 就是到了 今天 昨天出現什麼事 昨天是不是 賣壓永線開高走低 1391看到沒有 今天 還是開高走低 這是今天 最高來到113893 離昨天高點已經差了50幾點 對不對 而且今天預估量 還是2600多億 今天的走勢長這樣 高點有沒有過 沒有 低點呢 也還沒 問題是 等一下應該會破啦 沒意外 我說 這種狀況 要非常的留意 為什麼 因為 獲利回頭的賣壓 已經出來了 他不過高 或過高之後 收黑 收黑K OK 這種狀況 這表示什麼 持股的信心已經不足了 你是不是應該多多看看 不要急著現在買 我已經跟你講了 不要急著現在買 懂嗎 那我們 來看一下 老師之前的持股發生了什麼事 來我們看一下 老師之前10月29的時候跟大家介紹什麼 有灰嘛 現在11月多了OK 來 那時候就已經跟大家講 營收持續的成長 毛利 跟EPS 重點是股價淨值比 是不是很低 對不對 OK 它現在已經漲到哪裡 淨值了喔 那時候介紹的時候 是不是不到30塊 對不對 30塊附近嘛 10月30 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中長期上漲格局明確 三角形收斂 突破 重點在突破 OK 10月30 跟大家報告了 漲到30.75 看到沒有 好 那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它之後並沒有馬上漲喔 還整理了一小段 我們來看一下 11月20的時候才開始漲停板 那時候還是31.15平盤嘛 漲停板 開平走高突破盤整 收盤漲到 收漲停 34.25 那天就漲了 9.95% 隔天繼續 開盤漲停到 37.65 這是11月23號 漲了8.47% 那時候 我們有停曆出場在37.15 之後呢 今天來到39.8 突破反壓多頭機漲 我之前是不是有講 成交量很重要 量先架行嘛 對不對 後來出量了對不對 這一根出量 今天再突破 今天再突破 今天後來發生什麼事 大家看一下 今天開高走高 最高來到39.8 波段漲幅是33.78% OK 老師一直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分享 怎麼去挑選一檔 優質的股票 一檔即將發動的個股 從哪裡看 是不是從產業面去看 那時候講了什麼 有灰 他什麼題材 第一個 面板景氣復蘇 第二個 紅色供應鏈受挫 整個供應鏈大洗牌 台廠的什麼 毛利跟營收都相對提升 所以說 你看到這個 產業趨勢 再加上基本面的趨勢 對了之後 是不是在看什麼 量價關係 最後 股價趨勢也完全配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場 老師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問題是 你有跟上嗎 你有賺到這筆錢嗎 對不對 我是不是一直在強調 產業趨勢剛剛講的 基本面 量價關係跟股價趨勢 OK 今天 我要分享另外一檔 老師和會員持有的個股 當然 他已經漲 OK我來不及跟大家分享他就已經動 OK那沒辦法 那時候我記得 什麼時候 之前就已經 那時候我跟 會員們分享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態度 第一個 我要講的是這一檔 星光鋼 毛利成長165% EPS成長182% OK 重點是這個 獲利大成長 然後11月24 事實上我們在之前就已經買了 11月24 突破帶量多頭格局明確 而且之前有沒有出量出量 後來再出量的時候已經突破了 11月24那天 開低走高 今天 開低走高 這是11月25 這是今天 OK開高走高了 10月25最高來到38.6 OK 短線上漲幅也已經到達18% 當然 其實這一檔我來不及介紹 他漲了 很抱歉 好不好 之後 因為每一天的節目就這麼多時間而已啊 我也沒辦法一直分享 那麼多股票給大家 而且我們手上的持股 都有限制在一定的檔數裡面 我們不會一直買 我哪有那麼多錢 對不對 貨利員們手上 就是可能 只能買三到五檔 我覺得就這三到五檔 不對的 我們當然是先出料 對的繼續爆 獲利的可以先跑部分 這樣的操作才能長長久久賺錢 我一直跟大家講什麼 一直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賺錢一定要搞清楚什麼 我們要得到什麼 怎樣的結果 是不是要賺錢的結果 對不對 大賺小賺 大賺小賺 裡面我只要想辦法把大賺砍掉 中間我們就 大部分 小賺小賺居多 可是大賺 老師常常有大賺的股票出現 對不對 像我們這一次 有回短線上 33%算不算大賺 對不對 加幫賺45%算不算大賺 陣容大賺都賺20幾%算不算大賺 對不對 如果說 你對於 獲利這個部分 你的股票持股裡面 一直做不到 像老師這樣的獲利 你是不是應該要想一想 你要怎麼做調整 老師手上還有很多在觀察中的個股 時機到了老師就會介入 老師會請 會員朋友們 在 對的時機介入 OK 很重要 如果說你不知道什麼叫對的時機 你不知道怎麼選股票 麻煩你打電話來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要問啊 不問怎麼會賺錢 懂不懂意思 OK 所以說 記得 如果說你需要 老師的幫忙 老師願意幫你 如果你的持股需要調整 不知道怎麼調 老師願意幫你 歡迎等一下 節目結束之後 打電話來聯絡我們 我們服務人員 會熱誠的幫助你 幫助你想辦法 脫離虧錢的命運 可以賺大錢 老師可以幫你 賺大錢 好不好 我們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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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